各位 今晚我一次過錄了幾條片 因為要爭取時間 因為我看到上一條片 我講可白那條片 有一位觀眾朋友留言 叫我多點去分析他這件事 希望可白那樣東西 總之世界和平 可白不會做傻事 因為他說觸痛不知是甚麼 因為這件事已經僵持了很久 我講之前也要先知聲明 因為這是比較敏感的話題 以下我希望將我見到的東西 或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就表達出去 如果不喜歡聽的朋友 都請而遇到隔壁台 因為小弟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我是很想去救人 而不是去殺人 我用我的方法再深度分析他這件事 首先他的蛛絲馬跡 在開頭的時候 當然新河泰他們所說的鴻馬 就是衝著淺而來 這是當時很明顯的事 一直以來 大家的Youtuber 各樣東西都一直追蹤著他 當然也有些Youtuber 追擊著他 叫做追擊的 其實都是盤著一個公義的心態 就是他欺騙公屋 他欺騙可白 令整個家庭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小弟也有做一些小生意 如果從生意角度 從少許法律知識的層面去看 其實他這件事的確是一件 香港可能暫時是講得最久的 事已無前例的公眾道德的事 在我之前的影片都說了 我又不重複 大家回到去看 大公很小的價值 尤其是我們香港 是不會接受這種價值 因為它擺明就是騙子 好了 由這種觀念 我要拆解一下 有些觀眾朋友說 有些東西是否講了 等於沒有講 沒錯 的確是 我是用一種隱喻方式去講 為甚麼呢 因為小弟也在社會上 都做過很多事 都見過很多人 他這件事就比較特殊 如果你從三方面去分析 第一方面就是新河太和河白 是沒有知識水平的 是不能處事的 沒有辦法在社會上 都是屬於低下階層的 如果是這個走向 它便可以被一群人欺負 是嗎 這就是你可以隨意去說 任何事 它都沒有反擊 即是 不懂得做 這就是一個路向 就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它的表現 你也知道 有些YouTuber 就說 有些報警 有些報據警 有些報警 又說新河太 又說報警 告誰 那些不誠實電腦使用罪 之類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走到中間的路線 中間的路線是甚麼 就是 新河太 它是有思想 就不像剛才那條路線 它是有思想 它是有鋪排 都看到 它一直鋪排出來的東西 它是很聰明 很聰明 它就把自己的責任 其實都推在旁邊 你看到有時推可白出來 有時推別人出來 甚至乎有些追擊它 YouTuber就說 它會推某些 它認識的人 管理員出來 但看清楚一點 由頭到尾 它自己好像沒有東西 可以上身 如果你說 你要它交回公屋出來 之前我已經分析過 我在這裡簡短說一點 就是 你怎樣可以收回公屋 如果兒子有身份證 如果你收回公屋 最多是 這個新河太 沒有了戶籍 但是兒子 仍然都可以去另一間屋 如果你說 即是 那些 暫轉屋 它仍然都是 怎樣都是有間屋 那你怎樣可以收回間屋 說到現在 大把人都在揣測 其實現在就這樣看 就應該房署都未必有辦法 因為如果有辦法 就一早就做了事 即是不用這樣 這個新河太 其實它都很聰明 為什麼呢 就這樣看 就應該它沒有什麼稅務紀錄 因為如果你有稅務紀錄 就會被人起底 有時 即是政府部門都會起底 那 那 它就一直都在 即是好像YouTuber說 它被走 又說回大陸 那些被走 那 這件事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 你未封到它說 什麼 回不回大陸 那些事情 因爲 這樣就引證了它一件事 就是 這個新河太 就知道很多事情 這個社會 會不會是假裝豬吃老虎 要呢 那如果它是假裝豬吃老虎 的話 就會走到第三條路神 第三條路神 就危險了 我在這裡講一講 爲什麽我會拍這條片 是 即是我也是一個 即是 不會對人吵架的 因爲我這一生人 我罵過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我認為他犯錯到無可再犯錯 我認為他有機會改善到 我才會罵他 如果我覺得那個人沒得救 我是完全不出聲的 為什麼呢 都沒得救你出聲來做什麼 如果他不是犯錯到底 我不會罵他 所以我這一生人應該罵過兩個人 那兩個人現在都矯正得不錯 都不錯 我不點名 大家如果看到這條片 如果讓我罵過那兩位朋友自己心照 我罵你 你可以改善到現在的情況 即是改善到自己的人生 不用請我喝茶 這些是我應該做的事 那好 不要炒話題 先回到這裏 如果 去到第三個階段 那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即是說 新河太 他是扮豬吃老虎 扮豬吃老虎 如果研究開兵法的朋友都知道 有一招叫 移坎奏船船 又或者移花節目都可以 其他意思都差不多 移坎奏船這一招是很高的 我們三國演義裏 有一個叫司馬爾 司馬爾 為什麼到最後三國 是盡歸司馬爾 就是因為他用了很多計策 其中一個計策 就是他扮豬吃老虎 是的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新河太 是第三條路線的人馬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你看清楚一些 他從頭到尾都很淡定 被你罵 給一些YouTuber賺錢 他覺得好像沒什麼問題 最多都是罵你幾句 那些叫潑庫炒價 在文法上面叫 這樣就奇怪了 如果第三條路線 如果這個新河太 是扮豬吃老虎 有可能的 原因是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協償 而是YouTuber說到他的協償 為什麼呢 就是你想清楚一點 有社會經驗的朋友 不妨又試試大家猜猜 猜猜猜猜是沒有罪的 如果你見到身邊的朋友 如果他是害怕的 他會騰了 有些人會騰了 有些人會騰了 擺出他一個最強的姿態去和你抗衡 但是你看看這個新河太 他沒有 沒有做這些事情 跟你鬥無賴 奇怪了 即是說 他是否從頭到尾都沒有害怕過 大家猜猜猜 沒有罪的 大家聊聊天 不是說他怕不怕 大家聊聊天 大家理性分析 如果他不怕 假裝豬吃老虎 而覺得給YouTuber賺錢也沒有問題 那他之後想做什麼 大家不妨看看我這個 大家猜猜猜猜猜 又會不會走這條路線 他為何會經常不做事 我一直都在留意他 縱使可能他以前也沒有一點交稅 為何呢 就算在街市賣東西 喂大哥 賣一些東西給可白 都要有這樣的收入 對不對 你賣一下給其他人 那個收入 你見到他應該都是些貨幣 或者禮品接送 那些就可以逃稅 即是你不報上稅公屋 稅局都不會查你 你這樣現在就可能查它 不過都很難 因為他可能調動了些東西 變成了貨幣 不知道收到哪裡 不知道 即是回大陸都不知道 總之你很難搞 除非你真的好像以前抄家 炒起它 看看它有些什麼 好了 那這件事 他是懂的 他買過的東西 他還要是賣一些比較高價的東西 縱使他是不是欺騙可白也好 縱使他 如果你當他欺騙可白 他都可以欺騙其他人 欺騙了幾個 不會 沒有說過 這些事情 咦 那這個第三幅線 有機會成鴨 即是他不害怕你 不害怕 好了 那他要做這件事 背後到底做些什麼 我都留意了他 舉止動作都很久了 那麼 那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去打工 找一些特殊收入 但是他又生活得到 他送給你去喝茶 那樣的東西 重視是否要花我 那些錢都不要管 但為什麼他不做事 這是重點 他背後 如果我按照計算的話 當他現在這個情況 我按照計算 他應該有幾十萬 不是可白送給他 他本身有幾十萬 然後慢慢撕 慢慢撕和你鬥長命 咦 這樣 這樣 是不是 可以跟你鬥 可以跟你鬥 可以跟這麼多YouTuber鬥 鬥 是不是 這樣 是不是 真的 他有這塊錢 可以撕到很久 是不是 我由他 裏面 就發現一件 不是很尋常的事情 就是 他知道YouTuber的收入 他不是蠢人 因為你一知道鋪天蓋地 都是在說他的話 點擊力 又說過了億 那你想一下 YouTuber的收入是多少 是不是 就好像某位YouTuber都說 某些YouTuber都說 為了說他一過八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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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 一個鬧鐘 因為我的慣性 就是日出之前 我就會搞一個鬧鐘 就是會叫醒自己 因為我想自己去看多些日出 這個也是我其中的職業 當然 因為你看多些日出 人會精神一點 會多些正能量的思維 因為吸收多些陽光 又維他命D 那觀看論點 說回可怕事件 好了 他見新鶴太 已經知道YouTuber有多少收入 但是他也有你去收入 有你說 最多都是間不間中跟你喊吵架 那就奇怪了 這個舉動就不是很正常 除非他就是第一路線 那時候他什麼都 即是有些問題 但是他可以這麼大方 這麼趕 是不是 正常人都不會 是嗎 他會不會是做以下我估計的路線 以下估計的路線就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他又去過高等法院 大家也知道 又去過猜館 縱使有些YouTuber說他那些東西是假的 不是去猜館 不過在香港去猜館很平常 如果他走這條路線就麻煩了 以下真是小弟估計 不是得罪任何人 是我自己估計 大家理性去討論 並不是什麼教不教路 而是猜測他接下來會不會走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動作是比較危險的 做過生意的朋友 或者認識法律的朋友 都很清楚一件事 因為現在大部份的YouTuber 都是用他的樣子 說他的名字 找他的地址 拍照他住的地方 這件事在外國其實已經要坐牢了 但是這個河馬 你說了那麼久 他仍然是無同於衷 表面好像很憤怒 但正常的憤怒不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會發你為 他還有錢 買張機票去找你還行 但是很平靜 他接下來要做的事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 只是估計 他可以逐個來 他現在應該正在試 他去警署報案 就是指這個人侵犯他的私隱 他做不到事 誣蔑他 誹謗很多事 一次過來 他去警署報了之後 他有一個RN 還未去到會捉誰 捉誰 不過他有這個報案號碼之後 在香港他就會領先一步 領先一步 領先一步做什麼 就是他還有錢 都說了 照計算 他可以去高等法院 追索某人多少錢 那多少錢是怎樣計算 因為他現在沒有工作 他就可以把這個沒有工作 直接推到這個被告人 搞什麼呢 就是可以計算到他有80歲的命 就是他現在44歲 一下就計算到他80歲 這幾十年他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最多都是有 有救濟 但是心靈受創 死火 他完全喪失工作能力 是不是 就是以後都是生存不到 因為身敗名裂 那麼他可以告這個人 就賠償這幾十年的費用 這幾十年就 就是難聽些說 有的說 他可能將他自己變成名人 是不是 他現在身敗名裂 原本他可以帶貨賺很多錢 可以這樣的情況 就可以入品的時候 可能告到億億聲都可以 甚至乎少少一點的話 千千萬都可以 是不是 這個東西 是上到庭 是等到官判的 但是你用了它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你上庭是一定輸的 多數 有些朋友都說 有些朋友 我開這段影片的時候 有跟朋友聊聊天 那位朋友都說 有些Youtuber不在香港 你怎樣可以告得進去 這個就是後話 但是在我們和中國友誼的國家裡面 和香港友誼的國家裡面 其實是有引導法的 當你告了他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變成刑事檢控 就是等於現在 弊少有機會變成一個 叫做 弊少那種是欺詐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他這種 有機會變成一種刑事檢控 就是 的確是你用了這麼多東西 但是為什麼他不做事這麼久呢 我估計是他在鋪排著 我估計是他在鋪排著 他不斷不做事 你便說 你便說我半年 半年之後 這個其實是他一直在設計的局 就是被一些人踩下去 你找多少 你隨時一鋪清袋給我 這些就是你做過生意 或者你做過一些 對過一些比較不好的人 你會學會這些東西 尤其是他的身世 見不好的人是特別多的 如果你正性純屬一個人 你最多都是跟他罵吵架 就沒有所謂 但是你現在在他身上拿東西 在他身上拿東西 就有機會觸動到他來反咬你 因為他不做事一段時間之後 在官面前的確是他喪失了 他不能做事 對嗎 這件事真是口同備爭 尤其是上庭去看誰夠硬 官是怎樣判 這樣便麻煩 因為這些事情 一搞下去 他現在可能餘生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在這些事情裏面 比騙過幾百萬 我一直下來 看他的動作表情 那件事不像 不只是沒有作為的人 而且你也知道 有時都會找到他的花邊 Youtuber都會說 他會否有些美國粉絲 說來娶他 這些圖聽圖說 未到真 我就不可以說他真 但是如果他有這樣的能力 亦都是一樣揭示了我 我剛才所說的第三條路 如果他真的找到一個有錢人的朋友 那個有錢人的朋友 你猜會否有律師團隊 大家拭目以待 所以小弟 這條片說真 不是什麼 是代表我個人的見解 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而是很希望 真的 我從頭到尾都很希望 可以開導到全世界 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修行者 我很希望開導到全世界 好像一條片開頭說 不希望因為這件事 去到最後是一個嚴重的悲劇的發生 這個嚴重的悲劇的發生 是影響到KOL 影響了他 如果說的是第三條路線出現的時候 我沒有得罪其他的KOL朋友 我沒有教什麼路 而是我見到的情況 我講了出來 大家理性點去看看 因為這些花生 大家如果賺都賺夠了 會不會到底那件事發生到 這麼離奇曲折 之後靜待發展 小弟也是 當是一個電影的橋段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見解 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世界和平 我不是靠這個 講他那個 賺取流量來生活 我是很希望大家和平 即世界和平 不希望這件事去到最後的悲劇 影響了很多家庭 這條片都分析到這裡 因為有點長氣 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 小弟跟進來 因為香港的國際音響戰 即是高級音響戰 應該這麼說 又要做那邊 我會講多些音樂上的事 希望帶多些正能量給大家 如果玩開音響的朋友 或者有興趣的朋友 支持多些我的頻道 好 希望這個河馬事件 這個可白事件 這個新河太事件 我也不要叫它做河馬 因為這樣我覺得是貶低了它 即是一個貶義 我希望用尊重人的角度去分析這件事 未來就是多一點音樂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 謝謝大家